你还记得昌宇国际机场的廉价航向吗? 你到这个Budget Terminal 曾搭过任何航班吗? 如果你没有,那表示你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第一,你很有钱 第二,你的工作很忙 你知道昌宇国际机场从决定把廉价航空改建为第四航向 只花了短短的四年吗? 还有你知道,廉价航空在2006年3月开始启用的时候 当初能处理的旅客量只有600万 新建的第四航向在2017年10月完工 那个时候的旅客量有1700万 我之前做了一系列有关机场的影片 这也算是我熟悉的题目 今天这个影片,我想谈在新加坡商与国际机场 将原本廉价航下Budget Terminal 在四年之内改变成今日Terminal 4第四航下的过程 首先先谈谈新加坡商与国际机场 为何要新建廉价航下的起源 话说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 廉价航空兴起 亚洲航空AirAsia成立 那时候他们没有非新加坡的航权 所以他们从新山机场开始 为了争取新加坡的旅客 当初他们在新加坡国内大打广告 并且在新加坡境内驻用巴士 把旅客载到新山机场 然后再把旅客从新加坡机场 转变到其他的地方 那个时候票价很便宜 所以很多的旅客趋势若鹜 然后新加坡政府看到全世界联航兴起这样的趋势 然后新加坡政府的动作很快 新加坡政府一项策略就是 不能买下来就来竞争 为了避免亚洲航空占据太大的市场 新加坡政府首先由交通部禁止亚洲航空 在新加坡载客的巴士行驶 然后由淡马西投资公司旗下 成立新加坡虎航 Tiger Singapore 与澳洲航空旗下 成立了捷新航空JESTA 互相交换航权 成立了捷新亚洲与澳洲虎航 利用这两家公司与亚洲航空竞争 然后利用章亿机场跑道头的空地 新界廉价航下 这个廉价航的设计是以低廉成本为期考量 距离跑道近 可以节省地面滑行的时间 省湿也省油 然后没有设立空桥 让旅客自己走上楼梯车登机 由于航下里面的建设也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旅客的服务 还有一些餐厅 这样也使得廉价航空的机场税 比别的航下低很多 廉价航空下自从2006年3月开始移民后 一直到2007年到2009年 廉价航空在东南亚 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 包括印尼 菲律宾 印度 还有马来西亚 这个时候只有10个停机位的廉价航下 就不服使用 于是仗义国际机场决定将原本的廉价航下 改为新加坡机场的第四航下 我找到当初的新闻片段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在其他提供的新闻有新闻 叫站4 with a capacity of 16 million passengers a year it will replace the current budget terminal whose capacity is less than half of that the confirmation came from Changy Airport Group today a day after Chow News Asia broke the news about the budget terminal's impending closure As it turns out they'll be feasting on a huge budget Singapore's low cost flight facility was built at a cost of 45 million dollars 在其中央的地方会设定在长宜航空 4,一年为2017年 成立了在2017年 长宜航空机场令人赞配的地方是 他看到整个航空趋势的成长 还有确保新加坡国际机场在整个世界及亚洲 在航空转运在虚纽的地位 用高效率的计划及执行能力 在短短4年之内就把连价航下改成 一个全新空间广阔光线明亮 这东西能力很强的一流国际航夏 这样的成就是很多国家望尘莫及的 那我们来观赏一下 第四航夏的设施与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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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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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